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中国城市解读 大家看到上一集就知道 我和Raymond 其实来到青岛城市 而這一集,我們就承接第一集 今次第二集,就想說整個青島城市的縱觀 縱觀我們叫做overview 其實青島的特色是什麼呢? 由建築來看,Raymond 青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城市 所以我就重點推介給大家 這裏,或者由這裏開始 這張是很有趣的照片 這張是我的朋友,是青島人 他自己做的 現在的城市很流行 對城市有感情 包括有畫綴紅圈、紅線、藍牙 哪裏好玩、哪裏有趣 他就用這裏勾拉出來 我都用一用它,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想大家去下次旅遊,下載我這裏 很實用 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 很有趣 是新的 除了一個中樓的 你見到中樓,那裏是110元歷史 其他用類似的風格擴建 白色的風格擴建 白色的風格擴建 雨棚 沒有理由等車淋雨 所以很有歷史 另一個角度 其實現在的中國大城市 一直都發展得很快 包括地鐵 我當時去引揚 上一張圖 看到火車站 對開 有些氣重機 那裏已經在做地鐵站 正在做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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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火車站出來 排隊坐的士 排了兩小時 後來排到這樣 我都不排隊 坐巴士 現在就有很多 剛才強調 官象山 其實是旅遊點 而且上去看上去 整個清廟市 很多角度都看到 很多時候拍照 拿這些角度 就是官象山 很快 因為是一個overview 給大家看看城市整體的外貌 現在開始近一點 你發覺到 上圖、下圖都好 你現在看到這些 不是每間都是舊樓 有些是舊樓 有些是舊樓的 譬如下面那張圖 左下角 粉紅色的間 是舊? 是舊的 而且很德國式 我特別有興趣 因為我家裡有一個模型 火車 有些是玩火車 火車有些配搭 有些模型 是德國做的 那些火車可以做 那些模型可以做 這種樓 我根本有一座模型 就是塑膠模型 就是塑膠模型 尤其我見之外 真的很原汁原味 是 始終是大城市 高速公路 很現代 住宅 在邊緣區 如處如推 隱約都見到 有些電廠 港碼 這個就是政府大樓 屬於新區 在舊市區的東面 不太遠 看看歷史建築 剛才是一個宏觀的角度 現在開始逐座樓看 很有味道 當然這些是翻新過的 曾經過去幾十年 撿漂亮 都殘殘的 一定 撿出來很漂亮 很細緻 復收 中國現在富裕了 很多時候都肯扔資金 去挑釁造好話 省政府和市政府都會做 但是 有道具可惜 很多時候都做過外面 裡面的東西是私人 或者已經分配了遇上 又未知道金獄其外 但裡面真的都一般 總之外面看 一定比裡面更漂亮 這些劇情很難得 可以看到幾樣東西 剛才說的 火車站 即是中樓 那些是100年以上 另外,右邊亦有一個紅圈,那個更好笑 是公安部,即是當時的警察 警察部,即是警察或是警察 有沒有連監獄? 這樣都沒有資料 即是警察是一個制度 即是歐洲輸入 幾世紀之前已經有這種制度 即是不再用軍隊的形式 這些火車站近朝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變 旁邊的是模擬風格擴建 不同的角度看火車站 其實這種風格在中國其他城市少見 事實上,火車站一直是很歐式或德式的風格 這麼明顯 還有沒有近似哪些中國城市還保留這麼清晰的 歐洲風格的火車站? 天津有的 天津西站 但現在都沒有用 沒有用的 但這個是有用的 這是有用的 不過又是留在那裏 不能夠補回 功能性來說 這個又有功能 又有美觀 對 總有歷史的感覺 這些有歐式的建築 這個很漂亮 這是我剛才所說的 以前的公安局 以前的警察部 這裏是擴建的 你見過高的座是有德國味道的 其他有部份是新建的 不同角度 這些都是我認識的 旁邊的高樓 周圍的公安部 對 同一座樓 我當然不能進去 進去打建 即我無法安排入 這裏是德國人俱樂部 即是當時的上流社會 現在都是俱樂部 是私人的 但一般人消費都沒有所謂的 有很漂亮的餐廳 有些咖啡餐廳 是消費的 這些味道 我覺得很舒服 很漂亮 這個美術館 剛才未能長談 不過現在要不斷談 20年代 當時國民政府 已經影響力深很多 又未到抗戰 即未到日本侵華之前 一個小片段 國民政府 在青島有約10年8年左右的影響期 當時 都做了某些建設 國民政府 如果留意一下 在1920年代 在很多大城市 都做了某些建設 那是一個小小的輕盛時期 是的 黃金時代 這些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建設 現在做了美術館 風格也是中西合璧 這些是20世紀初 在歐美新興的建築風格 這種比較現代主義 相對來說 對 有些叫做節衝主義 是 尼爾卡西哥 即是那段時間的建築名稱 很多 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大學派 我們可想沒有時間 或以後有機會 我們可以講一個 中國建築特色 很細緻 這個已經是一個 叫做heritage 即是一個有價值的文物建築 文化遺產 有些人這樣說 這些很豐富 很難得 另外 看看其他歐式味道很重的建築 這些是私人 會否私人 還是怎樣 這類建築 以前 都是政府的部門 德國人 德國政府 德國的官員 對 早期就是這樣 但去到20世紀 剛才我講到20世紀 我們很多時候 中國人都要置業 即是有錢人 我上次講 天津大陸 買物業 都是私人雜 就是這些 租界 當時避亂 有錢的人在購買地 有一個業界居住 這些物業都很多 這個又很出名 總督府 是一個石造的 很典型的 德國色彩建築 是 文說 阿爾卑斯山 德國 阿爾卑斯山 橫跨很多歐洲國家 這類建築很普遍 是 很漂亮 很漂亮 石頭 這個 我也曾經進去 他都可以付 有個入場費 但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帶我進去 很多不開放的位置都看不到 他帶我進去 很有趣 他用石頭為主 做結構 很粗獷的感覺 味道 你說得對 是用粗獷 用粗的石塊 是一種風格 我本身都很欣賞 有些很粗線條的地方 讓你去欣賞 審美 你也知道 用很多的方法 有些是專門玩粗獷 有些是玩仔細 我本身都很欣賞這個 很有意思 這個又更有趣 就是監獄 剛才我們說過 現在又是成為精品酒店 現在是酒店 亦是另一個公安 等於黃國警署 有政策總部分區 否則不是見到輝浩 以為是在德國 這是總督府 交澳總督府 其中的古稱是交澳 後來有簡法叫交州 亦都有一個交澳的條約 如果大家有興趣查一查 網上可以找這些 老實的 我不是去到這麼細緻的程度 我只是一個城市規劃的角度去出發 所以很多背景資料 我未做到 先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因為我的對象不是這樣 這是同一座樓 當時幾十年前的原貌 現在是人大和政協的地方 是的 又是沒有安排我 我都入不了 這裏就是所說的八大關 八大關是國民黨當時建設這個區域 反而不是德國人 當時國民黨很多官員 他們需要有一間別墅 來度假休閒 所以當時董家常常住國 都有別墅 之後臨到尾 到共產黨一樣是有 但很低調的 他們會用療養所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中國很多這些 給不同級別幹部 有些療養設施 他們去到杭州西湖 他們都很低調 又不會有清清楚招牌 在當時北大關 都是類似 國民黨也是這樣 之後的共產黨也是這樣 其中一個特色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這些區域進去 非庫則櫃 既然非庫則櫃 自己建築 做到很有特色 找一些有名的建築師 和他們設計 這個叫做花石樓 當時是德國人的軍區 現在都是做解放軍的其中一個辦事處 當然不能進去 我來遠影的照片 其實我想近一點 人家會開始趕你 在門口開始趕你 其他人都是近距離欣賞一些漂亮的建築 這些是市區裏面的 都流傳了不少的特色建築 這些是否多數是舊翻身 翻身有幾種 一種就叫做修緝式 即是太陳舊 它又崩了剝落狀 遮一遮 漏水也是屬於這些 很容易的 因為牙齒長時間會變形 有一些位置會漏水 另外一種就是改裝 叫做Conversion 某些位置拆掉 又匹配新的部分 這些多數都是維修式的復修 很多 很多 是 其實他們的風格都是很接近的 我這裡有買了關子 有些是新的 有些是新的 這些都是舊的 這些都是新的 這些都是新的 要很細心的 我們熟建築就好些 只要細心少看 都知道這些大致是新的 這些都是民居 剛才發現當時是機構 屬於哪個政府都好 民居有些都是這類的 很漂亮的建築 它是小山優 所以見到很多時候 有些依山而建的舊樓 我那次逛官丈山 逛了大半天 一路圍著山 逐個建築去找尋 拍了很多照片 什麼時間?夏天? 我去過兩次 有一次再早些 那時候我不是拍了很多照片 因為我沒有所謂城市研究 三年前,2012年 我一個人去 我專門去考察星島 五天 每天早上九晚 就逛了 晚上八 因為夏天 七、八小時才來休息 對 星島感覺會否七、八月很熱呢? 又不是太熱 可以接受 海邊 不熱一個香港 好 不如Raymond 我們開始講完這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第二節 我們回來講更多的主題 給大家知道 好,下次再見 好 歡迎大家 我們中國城市解讀 其實不經不覺 我們講清楚 其實已經由 他現在那種 城市的新貌 很多所謂 舊的德式建築 和新的德式建築之間 那種融合 但其實這個過程裏 我們開始講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每一個城市 由舊城 一直發展到今時今日 其實一定會有種感覺 就是 舊城裏有味道 但居住的人的感覺 未必一定是這麼好受的 是 所以我今最後這一輯 我就講多些民生相關 就是 在中國這些 被西式影響多些的城市 例如上海 甚至廣州 武漢這些 我都發現一個共通性 是 舊城區的確不是那麼大 基本都是百年前的東西 是吧 有一部分都拆了 個別城市 部落得不錯 青島屬於 部落得不錯的城市 真是百年的舊樓 狀態很差 肯定 大閘院 裡面好像熟火人住 對 以前可能一家人住 現在十幾家 現在不太好 最近這十多年 都慢慢 都叫做 filling out 就是 走一個 就算了 甚至現在有些 將舊業權 都承認 共產中國 慢慢來 有些事情都體會到 業權 大家都明白 人家證明到 人家是買的 正金白銀 最少 應用權 歸回來 你能否賣 就另計 上海做到去賣 第二個情況 住在舊區的人 不僅僅對自己坐樓有感情 我父親和爺 都住了十年 而且他經常生活 都在那裡 他上班 他經常做小買賣 做小商店 他根本在這裏住 走出去 就是他的生計 不想搬 他可以有個私房 在郊區 自己買一座兩座令計 所以市區有些樓房 生活狀態 生活狀況 是一般的 我稍後都被幾個例案 給大家看 現在從這個角度 看多一點 這裏你隱約見到 開始隱瞞了一個建築背後 其中一張放大一點 那個很顯然 是一個西式建築 但已經有浪衫 破槍 又破槍 又崩了長角 這些細心穩 很多下 兩個構成 這些是隱瞞在中間 周圍全都是新的 開始生活了 是 後巷仔 上海很多照片 最出名的 就是在那些城市 浪衫 是 人家的富浪底 捐來捐去 我也有著重這些 因為民生是一個好現實 沒有理論 當然 我理論 有些舊民居的情況 對 對 這裏我都很快地跳一跳 仍然是欣賞一下 清到一些建築風貌 開始引入 你都見到一些普通的民居 對 這裏都不能這麼說 對 教堂 其中 剩下很多教堂 但有兩個很出名 是 第一個就是天主堂 浙江路 是浙江路 對 在火車站很近 在火車站走出來 如果要直式路 20分鐘便到 嗯 這裏約莫 即是 1913、14年 起的 嗯 我就馬地欣賞 這個建築風格 因為 不夠仔細 是 是 這裏就是另一個 是 紀錄教堂 這裏熟面 像剛才我做的褲子 是用石材做的 是 這裏都能進入 可以開放參觀 但要收賜那裏 十元八元 一定要看看 是 這些又強調建築細部 我們叫D條寧 欣賞建築的一些小品 是 是 這些差不多是圖片欣賞 你要體悟到 這些建築 是自己有一個建築價值 嗯 這些真的在清度 差不多 你在舊城去兜來兜去 你願意拍的話 其實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幾天就做了這裏 就是由早到晚就是做這件事 這些是普羅百姓的 對 都是西式 都是舊的 這裏有一些範圍 這是八帝關 八帝關 走過半天 專門搜尋一些很漂亮的建築 我們從建築的學問來講 即是architecture 是一個半個學問 我們很留意不同的細節 例如一個扶手 這些 戒凳 建築小品 建築小品 英文叫做小品 這些內部有些 這些很熟面有的 有歐洲 有巴黎 這些進入到很接近 是 是 它是山城 是 是小山城 所以有很多樓梯 周圍引入高一點的位置 是 這裏也是玩玩的一部份 因為山城 就是里斯本 是 很接近 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里斯本 我專門做一個比較 真的好似 這裏是里斯本 這裏是幽靈區 真的好似 這裏也是 連這裏也是 不是清道 是 對 又有中式西式 去到20年代 國民政府也有些影響 是 這些是建築的內部 是 現在的鐵路發展 正如我所說 我三年前去建鐵路 當然是地鐵 現在應該建完 我最後有三多分鐘 我找到一些 我找到幾個很有趣的個案 在普羅百姓住的一些大的屋苑 他們的名字叫里苑 好 我們待會很快 立刻和大家說說 好 Rayman 剛才你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字眼 我們不是很熟悉 因為上海的人聽過里弄 清道的人叫里苑 是 其實是甚麼 里苑 其實是一些高層少少少 可以去到三層、四層、五層 圍著一個街角的範圍 所以不算小 裏面中間有些空位 成為一個中庭位 或者一個court area 這些建築很有趣 全中國的地方都有 當然是受西式影響 我在大連見過 在武漢見過 現在清道也有 天津都有 但很有趣 上海沒有 因為里弄實在太行 太進步 里苑是否受德國影響 在歐洲都有 我在倫敦 我都見過類似的 即是一種建築裙 同樣風格 對 這裡有一個魔物 這種感覺 圍繞著 它又有一種洞 外出的大街 不會影響到裡面 變一變 好像類似中國土樓 但它又不是一個完整的土樓 亦都好像上海那種里弄 里弄比較矮 比較矮 更密 再密 這些風格 我們中國人以前不懂用這些方式去建築 脫了土樓 脫了土樓 衛星圖也看到很多 這個方向大 在裡面圍著街角邊 就是這種 圈著圈著 一個方一個方 沒錯 就是一個里遠 在青島特別多 例如武漢也有 規模沒有這麼大規模 但有些是高很多 例如這些三層高 我向武漢六層高 你見 我有兩個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 狀態的確是馬地 偏差略 因為那些 見到一些摸落的情況 對 有些屋頂都屈了 沒有人打理 有很多 去到地下 地下層都很小 遷見 一地是水 這些情況維修的問題 這些就不會拆 因為都懂得保護 這些是有一個歷史的價值 我懷疑 青島市政府 陸續 人們一搬來 就會有一個大型的復收 即是乘過來 等人們先離開 是 其中一個個案 是復收了 但就不太成功 復收完之後 去做一個商場 還是小吃那種 更加難 這些復收個案 要謹慎 搞壞了原有建築 我有機會進去跟別人聊天 探訪一下 你可以看到裡面 是很西式的一個佈局 一個小廳房 小廳房 當時逐個賣 你買了這個單位 擁有這個物業 這個unit 其實這些只是地產產 西方人的地產生意 不過是一個世紀之前 這是第二個個案 大致可以看到那種凌亂的感覺 嗯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齣電影 李少龍 不是 周星馳 周星馳的功夫 是 其實那個是這樣的概念 是 是一個離遠的概念 是 是 72間房下 那些類似 是 你見到那些狀態 一般 這裏有另一個個案 這裏高一點 三層高 這裏佈局 都是典型的西式建築 是 我這裏粗略 就是把衛星圖分析一下這些位置 你見到 剛才那個衛星圖 這個範圍裡面已經有這麼多間 最少我可以進去 我讀過 因為是一個考察 我逐個逐個進去 跟人聊聊天 那些 可以看到不同的狀態 這個個案 我覺得很有趣 他就 在中庭範圍這麼大 他就伸了一個騎樓 他就將廁所 樓梯 都引進去 做樓梯 你知 廁所 永遠都是 骯髒 有陣味 他就獨立 將它伸了出來 因為這個 中間 這個庭園 這麼大面積 這個構思極有趣 他就伸了出來 衛生的東西 問題 去水問題 集中 在中間 那些家裡都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就好像四入院 這樣做法 因為以前廁所是 一個奢侈品 最重要不是空間問題 而是去水 對 你安排到 抽水馬桶 那套去水 那套排污 沒有相中那麼簡單 很複雜 所以獨立 這個 是一些後期的概念 這些是 翻新過的民居 都是小型 理遠的風格 最後講一講 這個是海邊 其實很近 火車站 剛剛看不到 向上就是火車站 這區 我後來跟居民談談 原來這區以前 這個範圍的海邊 是日本的一個軍區 日本人懂得利用海邊 這個背後 現在見到很多 一些小的別墅式的屋 就是那些當時的官員 海軍官員的宿舍 如果是高級的將領 就不是住這些 住別墅 但是很多官員有家屬 住這些 就是中級這些 當然 現在見到都是 又浪三又四 現在都是大站員 現在都是 中閘員 中閘員 不少很多人 我進去 跟居民聊天 我也有一個感受 他問我 你是不是日本來 原來有些日本人在懷舊 很多日本人回來 未必是他本人 或是帶來那個女兒 他的家族 後代 你知我的頭髮又白白的 或者覺得我像日本人 他問我是不是日本人 我借移民問他 所以剛才我講的故事 他講他就知道 一些有西方影響的城市 其實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這個青島 是德國人 日本人 另外我也發覺到挺有趣的 原來青島原本的居民 對德國是有些感情 明白 正不容易台灣人對日本有些感情 他們對日本人沒有感情 當然明白 日本是侵略者 日本沒有什麼建設 沒有什麼建設 當時德國人 他們會感謝德國人 整個格局 本來是德國人構建出來的 當時那種侵略之心的令計 但是我感覺到 很多跟當地的居民聊天 他們都有微微的眷戀 明白明白 他們感謝德國人為青島市建立了一個基礎 規劃是德國人做出來的 日本人唯一的功勞 就是幫山東這一帶 建設了一個工業的基礎 你剛才提到興工業方面 當時德國人搞鐵路 因為二十世紀初 所有西方列強都盡量在中國建設鐵路 拿你的資源 資源也好 作為交通的一種投資 運兵 有了這方面自然有影響 當時很主力 德國人做鐵路 建設了青島和邊緣的地方 好像是圍房 側邊沒有多遠 這是我對青島 經過兩次的形式 我衷心對它有份印象 好 其實我們兩集 不如最後用少許時間總結一下 如果很多朋友未去過青島 我們剛才也說過 很多地方很吸引 建設方面 但對你來說 如果你總的一句 你覺得青島帶給我們的感覺 作為城市的一種解讀 其實青島帶給我們的感覺 正確一點來說 是怎樣的感覺 可以這樣說 我們中國很無奈地 過去一個世紀 西方進入了中國 甚至乎是 用租界形式 或者任何影響 對城市影響了一段長時間 而這種影響 等於有些人對香港也是這樣看法 正面負面 我們明白 鴉片戰爭是甚麼事 但的確 在中國一個地方叫香港 建立了某些東西 城市是其一 而背後還有一些制度 一些政策 工作的制度 社會的制度 青島未至於深厚 因為時間短 嚴重來說 德國在青島十多年 但至少留下硬件的部分 建築或城市是一個硬件 如果純粹去旅遊 都已經不錯 看海岸、沙灘、響容、美食 或者像我一樣 看建築 都值得即回飄價 但如果再品味一下 這種背後我剛才所描述的影響 我作為一些有深度的旅遊 很多時候就不是在表面 歷史的氛圍 是一個值得欣賞的地方 簡單來說 Rainman非常推薦大家 花些時間 有十日八日 自己去青島走走 值得的 青島我都高度推薦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見 下次再見